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润发等八件 而含有反式脂肪的油品如果吃多了 可能会罹患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脂肪肝等等 对人体有害 严重的话还会致癌 每日的食量尽量不要超过2.2克 消保会表示依送宴结果来看 市面上的油品都含有反式脂肪 可能全部超标却没有标示清楚 很明显已经欺骗消费者 消保会公布送宴结果 希望政府单位能严格把关 不要让油品再出包 消保会公布 消保会公布